为了打造台北市都会原住民已居城市 4月15号台北市原民会邀请辖内原住民团体 针对106年度合作方向 及未来进行会晤交流 也趁着机会宣导相关政策 我们希望利用台北市的资源 能够有一个原住民起老中心 以及长造中心的一个成立 还有在教育方面 我们很希望从国小学年前 到国高中以及到大学 然后让我们更多的年轻人 能够参加我们这样的一个文创 还有培训的一个管道 原住民团体会中也提出许多建议 像是提升活动补助经费 或族群传统文化维护 也有学校社团老师提到 学校民主教育推广部家 可以透过办理公司会议 一起找出解决方案 我们原民社团在台北市 台北市的这些社团就是说 我们以后有一个几个目标的方向去努力 其实会里面的很多的民主教育 要推广到学校里面是非常困难 几乎学校其实都不太理会 会里面的所有的公文 学校其实没有多余的力气 可以再去执行 有别于社会团体模式 原住民青年透过学生团体表达 追求出行身份认同 及关心社会议题 那我会希望说回到学生社团的话 那我会希望大家可以多讨论这些 然后以至于我们在 我们出了职场之后 我们可以有更多更广的思考 跟思虑之后的决定 台北市政府原民会主委陈市长表示 针对原住民各团体提出问题跟建议 将以书面回应 未来会采取公司合力方式 拟定都市原住民主政策 记者虎重雪蛟龙台北市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赢